馒头 麻烦 卖馒头一直以来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是2006年 馒头却成了麻烦的代名词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有一份凯歌做的馒头摆在胡哥的面前 胡哥没有去珍惜 反而和恶改了一遍 凯歌最痛恨的事情莫过如此 只要媒体一给他机会 他就会说 我们一定要起 就这个问题要解决到 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凯歌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一个标呢 某大新晚会推出了一档歌曲节目 生动形象地描出了整个事态的前因后果 宝贝 蛤 满头像太阳照着无鸡 那无鸡呢 无鸡在跟着沉斗旅行 那沉斗呢 主要像风泽一样狂红 哦 平安 三个就是介绍容易的一家 另外一句知情人透露 一个长相酷似冯小刚的观众 一语道破了天机 还有谁 这么大牌的一个导演 就因为故意拍了一部烂片 你们就恶搞他 他能有面子吗 他能不发飙吗 凯歌发飙了 网友们多少也得给点面子 意思意思 于是一时间网络上人人谈馒头色变 小样 你刚才吃的是馒头 谁在吃东西 出去 就是你 哇 我吃油条耶 油条也不行 油条和馒头是一架 油条让我嫌弃了馒头 老板 这个猪头卖不卖 猪头不卖 馒头要不要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醜 刚才好像烧饼一样 现在 现在呢 现在好像一个馒头挂在脸上 那不行啊 我得去看大夫 此情此景对于凯歌来说 真是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从半空中还能杀出个周星星 周星星同学是胡歌的忠实粉丝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真分明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胡歌做的馒头 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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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啦 他怎么跑啦 被凯歌吓跑啦 我不信 胡歌是网络高手 凯歌能吓跑他 一定跑得很冤枉的 那你要怎么样啊 我要为他保抄 啊 英雄 我跟你开玩笑的 他没跑 不过他不敢跟凯歌打官司了 为什么 哎 现在打官司要花钱的嘛 周星星同学是相当一条金的人 只在吴梦达先生一抛尿的功夫 他就决定了要为胡偶像做点事情 法官大人 现在打一个官司需要多少钱啦 一百万到一千万不等啦 哎哎 可以打折哎 想在吴梦达先生一抛尿的功夫 搞到这么多钱 周星星显然是办不到的 但是在泰坦尼克号火车上 周星星隔壁般的范维维情学 却想出了一个馊补义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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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油条 馒头 馒头 包子都给我交出来 孔子曰冲动是魔鬼 周星星同学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 经过一夜的思量 他终于想出了一条除打劫之外的妙计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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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不好啦 有人要给虎哥撑腰啦 慌什么 不要怕 你拿一起告到 告我 我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告 你知道吗 周星星果然是相当一条巾的人 紧接着他就自组乐队到处宣传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一个馒头好耶 真好耶 一个馒头好看 真好看 我爱吃馒头 吃馒头 他爱我我头 周星星以意己之力支持胡歌 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响应 胡歌的粉丝队伍壮大了 有关专家把胡歌的粉丝通称为胡椒粉 就在这个时候 凯哥终于坐不住了 他决定派自己的助理葛悠悠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请问你们记者 你们还有良心吗 现在有人恶搞无疾坏了陈导的名声 你们记者还跟着后面几后 我现在宣布陈导不发飙 你别看他是病猫 葛悠悠的话虽然没有错 但网友的热情却是很避体的 他们居然排队支持胡歌 胡歌 胡歌 永远支持你 胡歌 胡歌 哎 你们需要支持凯哥 赶快让他敲敲 胡歌 我支持凯哥 我支持凯哥 最为可怕的是 凯哥的粉丝和胡椒粉丝发生的冲突 事态开始上个不可救药的地步发展 首先是夫妻矛盾 接着是父子矛盾 然后是邻里矛盾 就你这小西哥们起床了 最后是社会矛盾 你们这些人就是没有素质 没有天梳 禁止动手 不动口吗 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呢 狗你选狗叫是吧 支持凯哥是吧 支持吴哥是吧 支持凯哥是吧 支持吴哥是吧 支持吴哥是吧 可以说周欣欣面对的压力是相当的大 尤其是他的婆婆包租婆 非逼着他说出事情 到底该怎么个解决法 迫于武力他终于说出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 凯哥打败胡哥 因为你说错话了周欣欣 所以蛇不会放过你的 第二种情况 胡哥打败凯哥 这下对了吧 因为你说实话了周欣欣 所以蛇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那再试一次 第三种情况 两个人大声拼手 我不会再信你了 备受摧残的周欣欣同学 终于领悟到了 馒头是个麻烦的东西 于是他退出网络 开了一家棒棒糖专卖店 来取代馒头店 从此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帅哥 看完刚才的短片 你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你有想法的话 欢迎向以下单位和个人进行投诉 谢谢啊 小丑里 往我上流星 满头的剧情 改变过第五集 我只是你 骄傲的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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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我上流星 满头的剧情 改变过第五集 我只是你 骄傲的该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